好 那我先帶您到這個註冊一下我們這個1Node的部分 那麼您這樣看會看不清楚 我把它放大一點 1Node這個1234的1 KNOW.NET 那您直接掃描我們上面的QR Code也可以 那您進來之後呢 您有幾種方式可以做 我們從這邊 你看我們在 我把它稍微縮小一點 標準呢您看到會像這樣 上面這邊會有個叫訪客登錄 這個翻轉學習平台其實還不錯 是因為您即使沒有事先註冊 用訪客也可以進去玩一玩 也可以進去玩一玩 那目前我有看到那個 有一個異大的 異大的那個 那個醫院的部分他也有用 也有用 那我們直接用訪客就好了 那麼您按了之後呢 會取得一個八位數的代碼 取個八位數代碼 他會幫您記錄就是我們的這些 所謂的學習紀錄 包括您看哪些教材 做了哪些筆記 加入了哪些所謂的群組 都會留在裡面 那麼待會取得之後呢 如果您下次要再進去就在這邊 輸入相同的代碼就可以 就可以了齁 那麼我們從這邊你看 按一下取得訪客代碼 在這邊呢您會看到有一個八位數 不分大小寫 那每個人都會不一樣 好都會不一樣齁 那麼有了這個之後 我只要進去就可以了 這樣您就進到這裡面來 進來之後呢 您一開始進去 會是在所謂的發現裡面 也就是說這個學習平台上面 除了我的資料以外 還有很多就是已經公開的 好課程啊或者群組 好這樣就進來了 那麼如果你不小心忘記 剛剛那個代碼是多少 沒有關係 在右上角這裡 您看到在右上角這邊 有沒有注意到這裡還有 就代碼的部分齁 所以您一樣可以從這邊 就是再去看到您剛剛的那個代碼 那麼都找到了之後呢 我們剛剛講在發現這裡 在發現這個地方 這些都是所謂公開的 單元比較像是單一個教材 比較像單一個教材 那麼課程就好像說 比如說我們有一個 生理學啊之類的 好或是這個解剖學 好類似像這樣 那群組就比較像是班級的概念 所以比較多一些互動 我們今天演習 我是放在群組裡面 好放在群組裡面 所以您從這邊按一下 就會找到我們的資料 那我都堅持到最後一刻才開放 所以永遠都會在第一個 我們的在這裡 這樣子 好所以呢 您從這邊點進去就可以加入 好所以如果你掃描我們這個 講義上面這個QR Code 就是會進到這個群組 好就是這樣 可是因為你至少第一次 您必須要用訪客的方式才能夠進去 所以我把它按一下 按一下 在我們右上角這邊 您會看到一個叫做加入 這裡有一個加入 這樣子就可以進到我們的群組裡面 我們今天所有的資料呢 都放在裡面 都放在裡面 有沒有這樣您就加入進來了 就加入進來 那麼我們今天有用到的一些軟體 或者一些網頁的一些服務 我也都把它放在我們右手邊 在這個地方 這裡會有一些相關的檔案 還有連結 所以如果說您要看我們今天的上課錄影片 我除了會放 會公告以外 在這個地方 也會連結到我們的這個 雲端硬碟上 雲端硬碟上 那您就可以看到我們今天的演習的影片 那我自己有 除了有在 就是有經營一個部落鬼外 我自己也有開YouTube教學頻道 所以我的這些演習的資料 都是公開的 像您這樣點進來 好 那您就會看到 因為我們現在其實 各個學校都在努力推摩克斯 對不對 好 摩克斯 那大陸稱作木課 其實都是旨意 那我會像這樣就是 一個演習裡面會像這樣子 那打開之後呢 比如說我們在上個禮拜去更新護校的 那您可以看到我就會像這樣 一個影片就是像這樣 一二三四這樣加進來 那每一個段落 他要萬一您要複習的時候 就直接點進去看 我們要做摩克斯 其實還有一個 一個要注意的就是 我們影片的長度 大部分會建立您在 五到十五分鐘裡面 就是一個主題 一個主題 不要整段兩個小時 讓他回去邊看邊找 這樣大概大家都沒有太多時間 所以我在時間的一個控制上 大致上會像這樣子 就是會盡量控制在這個時間 那這樣子 即使沒有來上課的人 要看也很容易看 這樣就會比較容易 這個是 在今天的部分 跟大家簡單介紹一下 怎麼樣加入我們這個群組 還有我的基本介紹